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14年开始收集数据以来的第二遭 俄外长称赛首都骚乱是又一次非法夺权企图 俄随时准备伸出援助之手 西方对武器齐在选举中获胜感到不满 拉夫罗夫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31日刊出对拉夫罗夫的采访报道称 这位俄罗斯外交部长表示 武器齐 塞尔维亚仍将奉行独立自主政策 并将继续与中俄保持传统友谊 据塔斯社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2月30日报道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齐表示 塞尔维亚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 推进加入欧盟的进展 地下岩浆聚集 冰岛火山或再次喷发 冰岛气象局12月30日说 雷克雅内斯半岛鱼港小镇格林达维克附近一座火山的岩浆在地下岩浆通道内积聚 当地可能再次迎来火山喷发 欧盟宣布 这两国部分加入深根区 据12月31日消息 当地时间12月30日 欧盟理事会宣布 将取消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空中和海上内部边境管制 同意两国部分加入深根区 内塔尼亚胡拒绝辞职 当地时间12月30日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第13周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特拉维夫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据报道 AI时代下 英特尔还有机会吗 不久前的一天 在英特尔位于美国俄勒冈州华盛顿县希尔斯伯勒拿出一片表面闪烁着蓝 呈 年度科技产品盘点 人工智能未来以来 这些产品即将改变你的生活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 工业革命 信息技术革命 每一次技术变革都能推动全球经济跨越式增长 也重塑了全球格局 印度法院下令释放两名中国公司高管 参考消息网12月31日报道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12月31日报道 印度一家法院12月30日下令释放中国手机制造商Vivo印度子公司的两名高级员工 俄媒 扎哈罗娃称英国是乌军袭击别尔哥罗德恐怖主义行为幕后黑手 伦敦是基辅恐怖主义行为的幕后黑手 扎哈罗娃 今日俄罗斯报道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12月30日表示 美国 美称拦截两枚从野门湖赛武装控制地区发射的导弹 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 当地时间12月30日 美国海军击落了两枚从野门湖赛武装控制地区向军舰发射的反舰弹道导弹 美国中央司令部还表示 知情人士 OpenAI年化收入超过16亿美元 据The Information报道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由于ChatGPT产品的强劲增长 OpenAI最近的年化收入超过了16亿美元 高于10月中旬的13亿美元 华泰证券 美国通胀超预期回落联储释放降息信号 证券时报一公司讯 华泰证券言报指出 12月数据显示美国增长边际放缓 四季度整体显著弱于三季度 圣诞节消费可能偏弱 地产因房贷利率回落小幅改善但仍处低位 美房长与荷兰 英国国防大臣通话 当地时间12月30日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国防部长奥斯汀与荷兰国防大臣奥隆格伦进行了电话会议 双方讨论了胡塞武装对鸿海国际航运进行的袭击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 美国明年军事开支约合 每户1.2万美元 美国知名经济学家 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 主任杰弗里萨克斯日前撰文说 美国外交政策被巨额资本操控 并不服务于美国人民的利益 而是建立在腐败之上的骗局 美国通胀跌到2%以下 高盛 是的 就在2024 美国通胀超预期降温后 高盛高呼 明年5月核心PC可能就降到2.0% 12月22日 高盛首席经济学家 Jan Hatsias领导的团队发布题为 通胀会降至2%以下吗 OpenAI据称年化收入增至超16亿美元 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由于ChatGPT产品的强劲增长 OpenAI最近的年化收入超过了16亿美元 高于10月中旬的13亿美元 这一数据表明 因英国南部隧道被烟而停运的 欧洲之星列车将于31日恢复运营 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2月30日报道 欧洲之星公司宣布 当日所有往返巴黎与伦敦的 欧洲之星列车 由于英国隧道遭水淹而取消 而明日巴黎 以色列总理 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将持续几个月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日表示 以军在加沙地带取得胜利 需要更多时间 军事行动还将持续几个月 内塔尼亚胡当天 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会上说 俄政府延长大米出口禁令 至明年6月底 莫斯科12月30日电俄罗斯政府30日发布通告表示 决定将大米和碎米出口临时禁令延长至2024年6月30日 根据俄政府网站当日消息 太意外 知名品牌公告三大线上旗舰店同时关闭 爆款曾卖到全球第一 发生了什么 2023年还剩下一天 曾经红极一时的美国彩妆品牌贝林飞在近日宣布即将告别线上自营店 贝林飞于12月28日在天猫 京东 抖音等多个电商平台公告 美国多市市长反对德克萨斯州运送非法移民至各大城市 当地时间12月30日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美国纽约 芝加哥和丹佛的市长反对德克萨斯州州长继续将数万名寻求庇护的非法移民送往各式的行动 ChatGPT产品增长强劲OpenAI年化收入超16亿美元 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由于ChatGPT产品的强劲增长 OpenAI最近的年化收入超过了16亿美元 高于10月中旬的13亿美元 这一数据表明 比亚迪向墨西哥交付首批纯电大巴 据比亚迪汽车发布消息 近日比亚迪墨西哥分公司向墨西哥成交通政府部门交付了首批20台电动大巴并投入运营 本次合作共55台纯电动大巴 美国通胀跌到2%以下 高盛 是的 就在2024 高盛认为 如果消费品利润率趋于正常 核心服务通胀不再加速 那么明年5月核心PC通胀同比增速将降至2.0% 12月将降至1.9% 欧盟宣布 2024年起 所有手机 平板都用USB C充电接口 张锦和据 欧盟委员会当地时间12月30日称 从2024年起 USB C将成为欧盟电子设备的通用标准 USB C将作为欧盟通用端口 意外的2023新兴市场 2017年以来最强 美联储降息预期推动新兴市场在今年最后两个月大幅反弹 名胜MSCI新兴市场外汇指数在2023年上涨4.8% 创2017年以来最大年度涨幅 美元以2020年以来最差年度表现收官对美联储的降息压注冲击表现 由于华尔街加码压注美联储将在2024年降息 美元2023年收创疫情爆发以来最差年度表现 即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终结的预测一再落空 导致美元走势震荡后 中国白富美不买宝石节了 作者曹安巡柴旭尘意料之外 但也在情理之中 曾经爆买宝石节 将其捧上全球第五大市值车旗宝座的中国白富美们 正在逐渐冷落宝石节 美股没有这两个条件历史性增长 别想复现过去十年长牛 过去十年 美股狂野的牛市为坚定持有股票的忠实投资者 带来了大量收益 这使得其他所有资产成为了赔跑者 然而 如此高的回报率也说明 美国缅因州2023年凶杀致死人数创新高 当地时间12月29日 美国缅因州官员说 缅因州今年凶杀致死人数超过50人 打破30多年前创下的最高记录 缅因州警方发言人湘农莫斯说 截至29日 收退市警告 法拉第未来悬了 一个季度仅交付7辆车 今年股价已跌去99% 贾跃亭曾表示 心急如焚 法拉第未来表示 于12月28日收到纳斯达克关于退市或不符合继续上市规则或标准的通知 公司必须在2024年6月25日之前 至少连续10天将股价提高到要求的水平以上 大错特错 阿根廷不加入金砖 参考消息网12月30日报道 据阿根廷第12夜报网站12月29日报道 阿根廷政府正式宣布 该国决定不加入金砖国家 如果阿根廷接受邀请 本该于2024年1月1日正式加入 禁售苹果手表 皮外伤可能变内伤 一场专利纠纷 将苹果推上了风口浪尖 经过仔细磋商 美国贸易代表Katherine Tai决定不撤销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决定 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决定于2023年12月26日成为最终决定 埃及起草新协议草案 斡旋加沙地带停火 当地时间28日 埃及国家新闻局局长迪亚拉什万发表声明称 埃及在听取相关方意见后起草了一项旨在结束本轮巴以冲突 并释放所有被扣押人员的协议草案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几经波折后又回到原点 在经历了一年的大幅波动和多次假突破后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3年结束时几乎又回到了年初的水平 数据显示 在过去12个月的交易中 美国商业地产雷声不断 抵押贷款Rate公司这申请破产 抵押贷款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这Investors Trust Inc申请破产 这是美国商业地产陷入困境的最新迹象 根据周五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提交的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申请 马斯克与梅洛尼 2023年最令人意外的跨大西洋盟友 财联社12月30日训 似乎结成了2023年最令人感到意外的一段跨越大西洋的友谊 因许可证续签尚未完成诺基亚预计将无法实现2023年财务目标 诺基亚表示 由于其技术部门的许可证续期尚未完成 该公司将无法实现2023年全年销售额 营业利润率和自由现金流预期 距离正式货批又近一步 贝莱德 Valkyrie确认现货比特币EDF授权参与人信息 据报道 贝莱德和Valkyrie Investments都指定了经济交易商 如果他们拟意中的现货比特币EDF获得美国监管机构的批准 这些经济交易商将负责引导现金流入和流出 四组统计得出同意答案 以史为鉴 今年美股的狂热料将延续到2024年 财联社12月30日训 如果人们以史为鉴的话 2023年美国股市的大幅上涨 可能会为明年的股市带来更多提振 美国股市周五在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虽然小幅收跌 别小瞧通胀风险萨默斯对美国经济软着陆持谨慎态度 周五 前美国财政部长 OpenAI董事会成员的劳伦斯·萨默斯近日 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发表了看法 他指出 投资者似乎对美联储可能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抱有过高期望 苹果2023年遭遇水逆 收入连续四个季度下降股价涨幅跑输其他大型科技股 在2023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苹果股价微跌0.47% 收于192.67美元 该公司股价在同年内的整体表现显得暗淡 尤其是与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相比